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立军 足以打遍天下无对手 堪称三国最强悍军队 此几赫赫有名的青州兵 不过青州兵虽然为曹操平顶中原立下汉马功劳 但在曹丕刚上台后便被解散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青州兵有名青州军 由东汉末年的黄金军余部转化而来 原来由张角兄弟领导的黄金军大起义失败后 残部分散到各州郡流动作战 其中一清徐两州的黄金余部作战最勇猛 坚持战斗的时间也最长 陶谦出任徐州幕后大力围剿当地的黄金军 后者连战连败 只好涌入青州兵州作战 人数多达三十余万 由于黄金军迁徙时会戴上家眷 因此男女老幼家在一起 仅有百万人之重 眼中目刘戴是个好勇倾托 不懂军事的军阀 因为蔑视黄金军的实力 在后者刚一入境 便清帅军队实施围剿 结果在战场上大败亏输 并丢掉了性命 刘戴兵败被杀后 北向报信等人 盈利东郡太守曹操为周末 合力尽叫黄金军 经过大小数十场战斗 最终取得胜利 出贫三年冬 黄金军首领率部投降曹操 轻言两州的战乱得以平定 曹操虽然取得对黄金军的胜利 但为此却付出沉重的牺牲 为了弥补兵员 他从降兵当中选出精壮男子三十余万 再经过层层严格筛选 最终将七到八万最精锐的士族整编为军 号称青州军 至于没有选入的降兵降民 曹操一律将他们变为军户 分给数量不等的耕地 耕牛与农具 让他们从事农肯屯田工作 每年将收成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上缴给军府 经过这番操作 曹操不仅得到一支规模庞大的金汉部队 而且还变流民为电农 在稳定局势的同时 还巧妙地解决军粮来源问题 由此具备争霸天下的资质 清代大学者何卓在叫定三国制时 把青州兵团的组建视为曹操争霸事业的转折点 此说可谓精准 由于青州兵经历战争洗礼 作战异常勇猛 加之实行父子相继 世代围兵的制度 所以其编制能保持近三十年时间 为曹操征战中原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青州兵作为曹操的生力军 参加过讨伐陶谦 袁树 吕布 袁绍 刘备等势力的战役中 尤其在关渡之战中表现亮眼 正因为青州兵人数众多 战斗力强悍 绿剑齐功 因此史家经常把他称作汉末三国最强悍的军队 远非其他军队可抗衡 然而青州兵在军纪方面的表现却十分糟糕 一旦战事处于下风时 往往会先行逃窜 有时甚至还会抢夺友军 自相冲撞 例如曹操与吕布熬战于浦阳时 青州军自行溃散 导致曹军阵脚大乱 曹操坠马被烧伤 险些被吕布擒获 又比如曹操在晚常遭遇张秀的突袭时 青州兵不仅率先败下阵来 而且还趁机作乱 思域抢劫友军 幸亏有名将于尽的弹压 才稳住局势 青州兵的军纪之所以如此糟糕 除了他们身上的流口气息难以消除外 还跟曹操的纵容有很大的关系 不管他们闹出多大的乱子 最终都能成功的逃避惩罚 正是由于青州兵军纪极其败坏 所以他尽管规模庞大功劳甚为 但始终没有诞生过一位名将 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缺憾 除了军纪最糟糕以外 青州兵跟其他部队最大的差别 便是他自从组建之日起 便成为曹操的私人武装 全军上下这效忠曹操一个人 其他将领根本指挥不动 甚至连曹操亦是如此 因此等到曹操刚已咽气 驻扎在洛阳的青州兵立刻划遍 敲着战鼓四处劫掠 根本就没把即将上台的储君曹操放在眼里 消息传到朝廷后 文武百官无不惊骇 要求出兵镇压者不在少数 至此危急时刻 主持智桑事宜的建议大夫贾魁当机立断 前使迎接曹操即刻入京继位 以主持朝廷大局 与此同时 贾魁还向曹操奏请 千万不能派军队镇压青州兵 而是由各州郡长官出面招呼安慰乱兵 并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路费口粮 准许他们回乡务農 以免引发大规模内战 为孙刘两家提供进攻的良机 曹操任何贾冲的奏请 便下令照此办理 立场极可能摧毁曹市集团的大规模兵变 就此被平定于萌芽之中 就此终身只效力于曹操一人的青州兵 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其成员被放归乡里 成为以耕种为业的农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